馬總統的時候 整個三階的地區是有232公頃 蔡總統的時候已經把這個範圍縮小到 23公頃 只有十分之一 而且是用既有的田地 有藻礁生態的G1 G2區 完全沒有去碰到 針對這個我說清楚一點 昨天批評說 經濟部跟總統講話不一樣 我想這個不是事實 那我們的三階沒有蓋在藻礁上 我們把潮間帶的藻礁都保護起來 這個才是事實 馬總統的時候的三階 其實是蓋在岸邊的潮間帶 而且要用水泥把它填起來 整個三階的地區是有232公頃 蔡總統我們已經把它收到剩下十分之一 潮間帶都保留起來 是用既有的田地 有藻礁生態的G1 G2區 完全沒有去碰到 那就把這個接收站 就推到海上去 因為它的管子要上岸 所以一定要有棧橋來連接 這個棧橋會有橋墩 是用最大的跨距來做 橋墩總是要架在岩石上面 所以我們這個方案已經是 對這個島礁做最大的保護 三階蓋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穩定供電 減少中南部的空污 昨天蔣萬安委員他是台北市的 他可能對這個感受不深 但是事實上中南部的鄉親委員 對於能夠三階蓋起來 減少空污 是非常關心的 至於環境生態的保護 昨天的一個里長 他也在現場講 這個G1 G2區都保護起來了 而且相關的淨潭 中油跟他們都在做 現在垃圾也都清得非常乾淨 所以我想我們把三階蓋起來 就可以故宮殿 又可以撿空污 也可以保護藻礁 我們這個都一定會來做 因為台北港的話 你要拉一個很長 在這個海的話 要有50公里的部分 拉到這邊來還要上岸 大家知道北邊其實都是礁石區 那你拉上來 會有一些管子 要穿過很多的礁石區 台北港這邊拉過要11年 要穿過這麼長的一個 北部的礁石的地帶 其實這樣對環境的破壞 哪一個是比較好 哪一個是比較不好 大家可以去思考